提起于佑任 我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书法 那于佑任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 但除此之外 他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他曾担任监察院院长33年之久 而且在早期的时候还曾参与创办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 那么在国民党拜逃台湾之际 他也曾考虑过要投工 但最终还是被裹挟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 从此就与自己的妻儿隔海相望 在晚年的时候也过得非常的清贫和孤独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佑佑任的故事 佑佑任的祖籍是陕西京阳 后来全家就搬到了陕西三远 佑佑任是1879年的时候出生于三远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并不在家 他父亲余宝文和他的伯父俩人在四川谋生 那么两年之后就在他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 后来就由他的伯母房室来抚养他 后来在他三叔的支柱下进入私塾进行学习 在他十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和第二任妻子刘氏返回了陕西三远 那么父亲对他的教育也特别的重视 一直是培养他去学习 那么在后来佑佑任参加这个岁市的时候就受到了伊尔凯的赏识 后来在伊尔凯的这个培养和资助下 他进入了陕西中学学习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那么慈禧和光绪就逃到了西安 在此期间佑佑任写了不少抨击时政的诗篇 在1903年的时候 他的半姑半孝娄思草也出版 因此他也遭到了朝廷的通缉 好在此时佑佑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诗 这个时候家里人就派人跑到开封去通知他 通知了他以后他赶紧就跑到了上海 那么到了上海以后 他就进入了马相伯创建的震诞学院的读书 在1905年3月 外籍教师仰仗教会的诗里 就开始在学校制造一些试论 比如取消英语课改学法文 而且还强迫马相伯说有兵 那么这就引起了佑佑任和邵立子等人的不满 于是他们就率领全体同学集体离校 此后佑佑任又协助马相伯重新建校 从这个青云歌当中的日月光华 淡复淡夕当中取复淡两字 将这个学校命名为复旦工学 在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之后 佑佑任就远赴日本求学 在此期间他就认识了孙中山 从此也就加入了同盟会 开始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那么在1907年回国之后 他先后创办过几份报纸 那么1907年到1912年期间 他先后创建了神州日报 民呼日报 民虚日报 以及民力报 来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 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佑佑任就被任命为交通次长 后来孙中山辞职之后 他也就辞职了 继续办报 后来还开过图书公司进行法院活动 在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依然被北洋军阀所控制 那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 在1918年的时候 佑佑任就主动请营前往陕西 去联络革命制势 组建靖国军 那么虽然靖国军在坚持了四年之后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对于一个从未领兵打过仗的文人来讲 也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在1922年佑佑任受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邀请 出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那么在10月23号 佑佑任将其更名为上海大学 那么当时很多中共早期的领导人 都在这所学校工作过 就比如像瞿秋白 邓中夏等人 那么这所学校 佑佑任经营了两年之后 也可以说是名声在外 当时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文有上大 武有皇谱 在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那么佑佑任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在1926年的时候呢 佑佑任又前往莫斯科 劝说冯玉祥回国继续完成革命 那么两人回国之后呢 这个又共同组建了国民联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 那么佑佑任任副司令 随即呢 率部开进陕西与郑松军呢展开作战 在1928年佑佑任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 在1931年2月份的时候呢 又被任命为监察院院长 那么从此就开始了他长达33年之久的监察院长的职务 在1946年4月份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 当时呢 这个代总统李宗仁呢 本打算派佑佑任作为特使前往北平的 但是呢 当时正在北平谈判的张志忠就认为 说把佑佑任留在南京别合适 他可以劝说南京当局呢 批准这项和平协定 说等这个南京方面同意了以后呢 他再来这个 再让佑佑任来到北平主持签字 这样一来呢 佑佑任就没能前往北平 当时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北平就商讨出来了一个协定的草案 然后呢就打算让国民党的代表啊 将这草案带回南京 在出发之前呢 周总理就找到了这个国民党代表的区务 然后就跟他说呢 说这个 如果啊 南京当局不同意这个协定 那么等我们的部队渡过长江去占领南京的时候呢 你告诉于先生啊 不要走 让他留在南京 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啊 把他接到北平 那么区务到了南京之后呢 就把这个消息呢 转达了给佑佑任 但此时呢 佑佑任已经身不由己了 在4月21号 解放军渡过长江 第二天的时候呢 佑佑任就被胁迫着飞往了上海 那么在上海没多久呢 这解放军又濒临城下 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的高官呢 纷纷都飞往了这个广州 当时呢 佑佑任根本不想走 但是呢 这个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之下呢 他只好带着自己的二儿子 就佑仲臣一家呢 飞往了广州 在广州解放之前呢 又去了香港 那么在11月26号的时候呢 他又奉召去了重庆 当时啊 在去之前呢 就听说自己的发妻高纵林 和自己的长女余秀之啊 此时呢 也已经到了重庆 他本打算呢 到了重庆以后 能见到这母女俩 但谁知道啊 这母女俩到了重庆以后 没有等到他 就已经提前去了成都 从此以后呢 他再也没有跟这母女俩呢 见过边 那么在11月29号的时候呢 佑佑任呢 飞往了台北 从此啊 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佑佑任在到了台湾之后呢 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长 在此期间呢 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一提 就是在1957年的时候呢 弹劾行政院长佑洪军 当时呢 这监察院就了解到 这个佑洪军呢 虽然当了这行政院长 但他依旧啊 占用这个中央银行总裁的公管 而且呢 到处铺账浪费 佑洪军呢 还大搞群带关系 任人为亲 那么调查之后呢 这监察院呢 就要求佑洪军 到监察院呢 接受质询 但是呢 佑洪军对此置之不理 后来呢 监察院又派人到这个 中央银行和这个行政院呢 去查账 但是呢都被拒之门外 那么此后呢 这蒋介石就出面了 就指责佑洪 说你这么干的不太合适 而且呢 将监察院的七项权力啊 基本都给取代 这监察院呢 已经形同虚设了 从此呢 佑洪任是心灰意冷 不问正事 佑洪任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失忆 但在生活上还算比较丰富的 这个平时呢 就写写字 写写诗 以及呢花了大量时间的去研究北魏的木质 平时呢也跟一些朋友啊 来往比较频繁 像莫德惠啊 还有张大千呢 以及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那么当时啊 由于佑洪任非常的好客 所以家里面啊 经常来好多人 这样一来呢 开支就比较大 对于他来讲呢 他又没什么积蓄 所以呢就经常是入不敷出 而且呢 他还不好意思管人借钱 你毕竟身处于那个位置的话 你再管人借钱的话 你就不好意思张口嘛 所以就让他的自己的副官 这个宋子财啊 出面 一开始呢 宋子财是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积蓄往上贴 但贴到后来呢 也还是不够啊 所以只能由宋子财出面去借钱 有一年呢 张大千从国外回到台湾 就得知佑洪任的经济情况非常的困难 于是呢 就提出要给佑洪任一笔钱 那么佑洪任呢拒绝了几次 后来呢张大千呢 就说这这他刚卖一幅画 就卖了十几万美金 后来在这个张大千的一再劝说之下呢 佑洪任接受了这笔街机 那么得到钱之后呢 佑洪任就拿这笔钱呢 偿还了自己副官的钱 以及呢 以前借的一些债 但偿还了之后呢 其实也就不剩多少了 在1962年4月份 他由于喉咙发言呢 就住进了医院 但是住院第二天呢 就吵着要出院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日记当中有这么写的 说今日早起 吉已清 有归去之意 开之甚大 如何能尽 你可见呢 他此时的经济情况 是依旧没有好转的 在1964年春节的时候呢 蒋介石也曾去看过佑洪任 但是当时呢 佑洪任正在家里面用火盆烤火 蒋介石看到以后呢 就说这这么烤火呢 对老年人不健康 就打算送他两个电炉 但是呢 这佑洪任拒议了他 说这个电炉太费电 后来呢 蒋介石说承诺 这钱呢 他出 然后呢 就送来了两个电炉 但最终呢 这个佑洪任也没有用这两个电炉 依旧用这个火盆烤火 佑洪任在到了台湾之后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呢 是非常想长寿的 为什么呢 当然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回到大陆 回到家乡去看看 因为毕竟他当时他的发妻 高仲林和他的长女余秀之 留在了原籍 他的幼子余忠令和余忠令的母亲 沈建华在上海 他的大儿子大儿媳在南美 他呢又在这个台湾 所以一家人呢 分别居住在大陆台湾南美 音讯阻隔 这让佑洪任呢 非常的痛苦 其实呢 早在1956年的时候 佑洪任就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 与自己的发妻和女儿取得了联系 而且呢 还让他呢 带过钱给自己的妻女 此后呢 吴季玉每年都会帮助佑洪任传递家书 那么到了1958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余忠任与高仲林呢 结婚60周年季节日的前夕 这余忠任呢 就打开了自己的保险箱 拿出了这个发妻高仲林 早年间为他缝制的布鞋和袜子 赌物思人 写下了那首 一内字高仲林 1961年的时候 余忠任呢 就给吴季玉写了一封信 信中就提到呢 说今年呢 是他老伴高仲林的八十大叔 因为他不在大陆呢 一定会过得非常冷清 想到这呢 他就非常的伤心 后来呢 吴季玉就把这事呢 告诉给了张世昭 张世昭呢 当时是两岸密使嘛 那么张世昭就把这事 汇报给周总理 周总理呢 后来就让区武啊 以余忧任的女婿的身份呢 前往这个陕西啊 去给高仲林过生日 虽然呢 这生日已经过去了一周多 但是呢 当时老太太还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后来区武又突然呢 把这个祝寿当天的这照片呢 又送到了余忧任的手中 那余忧任看了以后呢 非常的激动 从此以后呢 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和家乡了 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呢 此时余忧任的身体情况啊 已经逐渐的走下坡了 经常出现一些毛病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写了那首非常著名的诗 叫做《往大路》 然而呢 吴季玉为余忧任传递家书的这事呢 后来被台湾的特务争执 这样一来呢 在1963年9月份 当吴季玉再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就被国民党的特务呢 给暗杀了 那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余忧任是悲痛万分 亲自前往调宴 内心呢 非常的愧疚 本来就年事已高 身体啊 已经是非常的差了 再加上这个打击呢 身体就越来越差 那么到了1964年11月10号呢 余忧任与世长辞 享年86岁 那么据说呀 在他去世之前呢 曾比出过 先是比出了一根手指 然后呢 又比了三根手指 当时呢 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呢 有人猜测 就是说呢 当两岸同一之后 然后呢 将他呀 安葬回自己的老家 陕西三远了 在他去世之后呢 人们打开了他的保险箱 看看有没有遗嘱和遗产 那么打开之后呢 就发现里面既没遗嘱 也没遗产 那只有一双不邪不挖 还有他的日记 以及一些借款单 那么由于余忧任的那首 望大陆当中提到 说葬我于高山西 望我大陆 那么这首诗经过发表之后呢 在他去世之后呢 台湾当地的很多人呢 就主动提供这个土地 就比较高海拔的这个地方 那愿意将这土地 用来安葬余游人 那么最终经过筛选之后呢 选择了淡水镇的巴拉卡山 于是一代国民党元老 当代曹圣 爱国诗人 长眠与海峡对岸 生不能骨肉团聚 死不能安葬故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